整个华语影坛被公认来片最少的演员势力连结,周星石两位天王巨星,他们的作品自带体系,都是作师及大师,国内影坛近年涌现出很多票房王,如徐徐、王宝强、沈鹏、陈思成等人,但是他们影响力影坛成就,远达不到千倍的高度。 周星石近十年一直专注幕后工作,他拍戏主演电影,还要追溯的长江七号,观众太期待他出新作品了,李连杰拍完霍人甲后就急流勇退,我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上,在自己最巅峰时退隐这个境界不是一般人能比的,李连杰当时的票房号赵丽是最强的,2000年和华语影坛第一人,他主演的英雄,霍人甲, 投名壮当作品《空洞海内爱》,后来国内持续猛发展大爆发,但是他却没有出片刷票房,之前事业陷入低迷的周润发成龙,却抓住机率,成功逆袭票房大卖幻发二春。 这些年粗糙烂造的喜剧片加多观众都看你了,目前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李连杰周兴驰,能好好主演一部大片杰克,功夫皇帝如今对电影只是玩的心态,想要看到他主演大片短的时间内估计是不可能了。 不过周敬驰新片终于有盘头了,星爷要复出拍太极了,这是一部合拍大片,到时定能轰动海内爱,又一部票房之间诞生了。 太极筹备十年之久,该片2010年11月4日立项,影片定档2020年上映,十年了周敬驰终于主演出大片了。 改片又名功夫二,太极,星爷这是要打造功夫三部曲吗?周敬驰新片太极终于订单了大家期待吗?周敬驰被誉为是喜剧之王,但是2000年后,他信录其实发生了改变,少林足球,功夫,都是一代宗室路线,难怪网友评论说,新功夫之王诞生了。 太极是由周敬驰自导自演,好莱坞巨星安妮海瑟威,杰克布莱克登主演,影片讲述周敬驰,在片中饰演一名隐姓埋名的太极宗师。 他移居美国在唐人街打工洗函子,为了保护受暴徒威胁的同胞们,他挺身而出,此后创办了武术学校,将他的一身好功夫传授给他人。 从剧情看有点致敬李小龙的寓意,众所周之心也是李小龙超级影迷,他的很多作品都模仿或者致敬偶像。 太极是周金石和好莱坞合作的又一部大片,当年和索迪合作功夫大获成功,心也一举冲出亚洲轰动好莱坞。 这部芯片有中国功夫,加上好莱坞的特效真的太让人期待了。 有周金石和安宁海瑟威这样的巨星押战票房,想不大卖都很难把。 无精战狼256.84一纪录不保了,星爷出手必是票房之颠破100亿游戏哦。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周金石其实也是一位练家子,他的身手在圈内也是被公认的,据了解受偶像李小龙影响。 周金石非常热爱中国功夫,虽然小时候条件艰苦但是天天坚持练武,星爷后来还拜师叶问高徒黄淳良为师,永称全练的炉火纯青。 黄淳良是李小龙师兄,星爷带的明示功夫自然不会差。 成龙师兄著名武术指导,原本在一次九后吐真言说,如果真打真子丹未必打过星爷,因为他与周金石和真子丹都有合作过,所以说话还是有可信度的。 陈慧敏之前也点评,我真子丹功夫,有点吹牛过头了。 真正的高手其实都是很谦虚低调的,比如周星驰李连杰从来就不显山露水,如今功夫片每况愈下,像步到最后竟然是周星驰转型拍功夫片成门眼。 新业绩喜剧之王后离功夫之王头衔也不远了。 大家期待这部新片吗? 看好他片方能破百亿吗? 欢迎预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